我发了一个视频 用LLC持有房地产来保护你的房地产资产 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留言说 那我们直接买保险 用保险来保护这个房地产不就行了吗 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 而且很多保险公司 它会想方设法不给你赔保 比如说它可以说你用的人没有执照 或者任何别的理由 保险公司一般肯定能不付钱就不付钱 它肯定想方设法来找理由 而且保险公司和LLC是两回事 保险公司是如果万一出了问题 如果有人告你 那如果告输了 它会帮你去赔付 然后它有可能会找律师 去帮你打这个官司 但是前提是 它要愿意去帮你做这个事情 不是每个保险公司都愿意保护你 那LLC是止损你的风险 隔离你的资产 就是如果万一被告了 不会所有资产都有风险 只是一部分资产 小红书